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用22种的藕蛋的色料 所以标准局它事实上也会去做有关的抽检的部分 行政与消保处在前年1月 就曾针对市售发卖口罩进行藕碳色料检测 结果曾发现有两款在知名购物网站所发卖的非用口罩 藕碳色料分别验出43.4以及46.7的单位 都超过可同学含量的20个单位超标超过一倍 透过皮肤的接触或是腹吸流发 可能造成致癌的风险 小鼠表示 以用口罩过去拯救口罩功能和品质进行采验 但是今年 有许多业者使用染料做特别样式的口罩 所以会就这个部分进行查厂 厂内有使用这个原料是有问题的 那原料不大需要消灭 那它这样的部分是为了 有些小部分也会去 这些真正的办法都会去做排除 如果发现丑伤 使用违规的炭胆器 可要是法第92条 处3万云以上 200万云以下的滑环